当我这样就是用择 当我这样 就是用转 是不是这样 那么用转有转的妙处啊 用择有用择的妙处啊 它硬啊 它就不用那么硬啊 是不是这样 那所有地方都可以用 那齐笔的方圆啊 这个转折的方圆 转折又不是一个地方 又不是关只有这个地方 转折的地方多了 是不是这样 那那个地方你感觉要说 说这个地方我老是在用方 我不会用圆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很多人一辈子只会用这 他从来就不会用转 那会一下从比较好吧 这样听懂了吗 那你平常讲 你这样方写出来字 跟这样圆写出来字 一样吗 对啊 那既然不一样的话 当然都要练一下 我万一要配字的 我好配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都是一样 回去练的时候 方跟圆 在所有起笔 行笔收笔 一直到它的转折数 转折数最明显 最明显 那你就把这个练一下 练一下的话 可能对你这样的配字就容易了 他就喜欢在转折数用了比较多的圆 他就 我看着他的是很多都喜欢用 那在用的时候 不妨 有的时候就加一点折 知道吗 让他稍微有点刚 那当然 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不要就很注意这个 在练的时候要 我刻意去练它的时候要 你练手练快的 你自然写的时候就会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都是顺其自然 顺其惯性 应该这样讲 在写字 对不对 所以回去店里看这个 我就不多讲 因为在讲下去很多 你这个什么意义的方言